欢迎大家来到《自然作乐》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音乐界的吸力乐人Mali Chan 今天我知道Mali是我们的吉他手 不如自我介绍一下 给我们家庭观众认识一下 我是一个演唱会的吉他手 也有和音 但我亦有时会唱歌 我也有作曲编曲和填词 我现在这样数 你未到18班武艺都差不多了 也不是的 很多东西都不懂 是吗? 其实那么多样你最喜欢哪样 我想琴和吉他都差不多 其实是否说音乐不一定要是小时候才学的 如果你这么说中学开始学都好像你玩得那么好 其实真的越小玩越好 因为在自己未学坏之前 去develop这个兴趣会好一点 因为是很专注要花很多时间去玩的 我就觉得就是幸好我比较小的时候 学习这种东西 因为真的到你懂得唱卡拉OK 和朋友去玩的时候 你又要看电影 又要看电影 那你就不会有心机去玩的 那你吸引到音乐 还是音乐吸引到你呢? 我想是从小时候听过 就是听电台 或者是以前看电视 经常有很多歌听的 由那个时间开始 嗯 然后就去到 因为我哥哥又喜欢玩一些Hi-Fi 一播放碟 哇 借我 慢慢开始 我突然间发现跟你有个共通点 我喜欢唱歌 也是因为我小学时 我哥哥听的黑膠碟 哦 那当然是好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钱买CD 这么贵 那当然是靠有家人 他买 我便有听 是的 还有那些黑膠碟是别人送的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哥哥找唱机 还是后楼梯收拾 哦 这么厉害 是的 然后我听很开心 譬如是Nee O'Connor Phil Collins George Michael 那你先听一些英文歌 广东歌 国语歌 有什么 小小一定是广东歌和日文歌 哦 OK 是的 去到我想小学中学 中一二的时候就是英文歌 嗯 但都是Rock那些 Radiohead Oh Radiohead Guns and Roses Mateca 都是那些 同期都是Oasis Oasis 是的 日本band就是 要么很早 是 谷川新思 近人真宴 要么再迟少少Lunar Sea 是的 那些 是 Lunar Sea 那些有没有听 很早期的那些 Lunar Sea 我就是前年我才懂得听 是吗 他来香港我有看过演唱会 很好听 很厉害 是的 唱歌那个已经过了60岁了 很厉害 我都很开心 有些是二元小时听他的碟 看看CD 看看封面 后期有机会合作 其实都挺开心的 我想早期的例如夏兆昇 嗯 其实我不是很直接合作 当然会有些表演 他是其中一个嘉宾 有些是例如林子祥 叶德贤 尤其是我们现在做音乐人 是要带儿童的嘛 你跟我也认识的 那位朋友Frankie 就是他开的一间酒吧 那时候就流行 那件事叫做人肉卡拉OK 啊 顾名思义 Bang去逼一些客人去表演 是 专人去逼你唱卡拉OK 那个客人去逼你唱卡拉OK 你就要谈什么了 但是等等 你通常看之前就没有练过 一来就要谈了 是的 因为刚刚入行 是的 你的歌你基本上没有途径听的 除非你有那天CD听过 否则你每晚都是新歌 是 每晚都有二十多首不懂的歌 是靠听彈琴 彈鍵盒的人 怎么谈就记住他 这个就是最恶意的 因为你不能去收拾那首歌 是的 你没有一个standard 你只是靠它 估计而已 有些你没听过的歌 你不懂就不懂 但是尽量经过 我们就会去 专专去买 那些盒载 可能一载 有Volent 1-5 有很多集感碟去听 但也未必是原装 尽量 那也好 这个经历应该都帮了你很大忙 尤其是很多即时转Key 人肉卡拉OK 一定要即时转Key 是吗 这个真的帮到很大的练习 是 甚至去做演唱会 也是很帮忙的 因为艺术都会有时有开声一些 或者今天状态差一些 这个绝对明白 因为这么多首歌 没理由手手完Key 还有人是有状态的 是的 因为看演唱会一定是看五线舞 要即时转Key 不是什么国籍的人都做到的 香港人是其中一班最擅长的 那你练了多久呢 你真的可以即时转Key 还是其实一路入行一路学的 一入行就已经是这样了 就已经要懂了 是的 别介意 我试过一个新入行的音乐人 狂叫他转Key 他也搞不定 究竟你搞多久 你才可以立即转Key 你自己练买 麦桃虎干练了多久呢 其实因为我未入行之前 已经做到的 就是学音乐的时候已经可以了 是学简谱的时候懂的 学五线谱的时候不懂的 是的 我学文歌的时候学习教的 怎样转Key 或者用个Cable夹 这样一格格夹 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开始就用一些简单的方法 因为文歌经常要自然自唱 你未必瘦首歌可以唱完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入行之前 记住就要锻炼好 可以有即时转Key的技能 你就会比较详细 否则我遇过的情景是很尴尬 很尴尬的 很尴尬 住不了就住不了 后来整首歌就是我先唱 他先弹 我先唱 他先弹 结果这首歌其实是不像样子的 有没有很难忘的音乐表现 都是跟阿新哥 周继新先生 因为第一次跟他合作 就是2009年 听你说很刺激的 就是做王凯琴的九剪演唱会 我真的很害怕 他还要去到他把坟宝 马尼 C7S9 现在不要了 C7F9 S5变回F5 我正在计算数 就知道是怎么办 然后 不是随便 计算完 彈了一首歌 就说 算你了 是 什么什么什么 考你了 过了关 他也是一個很出色的領導者 絕對是 每逢出色的領導者 他有一件事很好 就是他看到你的才能 帶他去到哪裡 因為當時我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他知道我是年輕人而已 他一定不會要求我做些大師事 但他會推動你110% 迫你的潛能出來 但他先摸摸你 可能你還未懂得跑 他要你走 他也要你穩固 也不會讓你覺得太好 他會推動你 但在你能力範圍以內 以內多一點 可以超越自己 讓你不斷超越自己 是的 我跟他做每次表演都很難忘 每次都有超越 你的反應要很快 對 那跟Peter Um好玩嗎 我們一起跟Peter Um玩 對 也很難忘 很難忘 因為他是 神級結他手 對 基本上他是 香港的Jeff Bag 對 哇 真的很好 很細緻 對 我完全無法抄襲 是從那個年代的音樂人才能做到 所以是很震驚 他也是正在唱歌 不過他用結他唱歌 對 而且他玩得很放鬆 所以是很享受 是的 我也很有幸跟你一起參與Ran Band 很難忘的一個經歷 而且他會推出你的潛能激發 有時候Peter Um會選擇一首歌 是我從來都沒有碰過 是的 因為他們介紹 叫我來玩的歌 全部都很特別 好 我會選擇 你為你決定 我不會選擇 很多手 我會選擇 你不選擇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 他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 他的手 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 我會選擇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